刚过头七你心情真好 今天功绩马上忘记一堆要检讨的政策 由比你FB的触及率重要吗 用网络治国网络施政 难怪改革都是纸上谈兵做作梗图 先改革台铁别一天到晚 想作秀无辜的受害者 连一句道歉都等不到 就又开始玩棒棒球了台铁车祸头七刚过网红 总统还发梗图追触级率 所以当务之急要改革的是触级率了吗 没有 我觉得是说还是吃饱太远了 那么多的国事 我还不敢讲说我们国防外交那些东西 内政最近出了一些态度格号 那你应该想一想说 当然有些东西 当然总统不是国防外交 要不能直接碰 不好碰 但你还是可以督导 相关可以督导 为什么你也可以去关心 你还关心这些触级率等等这些东西 难道他现在只是 如果说有一些是梗图 他现在是网红治国 就这样子而已 当总统那么好当的是吗 你知道他们那个念法律的人 他们不轻易道歉 尤其是道歉就牵涉到说你承认责任 你叫做负责背后面的赔偿等等 但是你也觉得很奇怪 上次马来西亚的那些外籍生不是在长城大学出事吗 他还好像跟马来西亚道歉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为什么他连对我们的国人 而且还是死那么多人 那件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跟马来西亚道歉 这个是很奇怪 为了治安道歉 这个是 这次这个是为了人命 你连人命都不道歉 对不对 我是觉得他的那个 逻辑或法律观点 或政治责任的观点 是很奇怪的 有可能他是抓不到重点 第一个是抓不到重点 不然的话就是一些无悔无法晒 这竟然很心痛 当然 当然 如果ى任何阮民 还洗了 进来 注意 理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